华盛顿和北京正处于一场新的冷战之中 两党领导人都成了对华鹰派 疯传台海有升级紧张局势的可能 北京将会代替美国成为全球的新的超级大国吗 我不禁私存 这场冷战会是什么样子 这一次冷战会像上一次 冷战那样改变美国社会吗 关于这场冷战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军备竞赛和经济竞赛 融合在了一起 到目前为止冲突的一个主要焦点是微芯片 这种小玩意不仅能驱动你的汽车和手机 还能引导导弹对训练人工智能系统也是必要的 谁主导了芯片制造谁就主导了市场和战场 其次地缘政治不同 正如克里斯米勒在他的《芯片战争》艺术中 指出的那样 微芯片行业有少数非常成功的企业主导 90%以上最先进的芯片都是由台湾一家公司生产 一家荷兰公司生产制造 尖端芯片所需的所有光刻机 位于加州圣克拉拉的两家公司 垄断了图形处理单元的设计 这种部件对在数据中心运行 人工智能应用程序至关重要 这些瓶颈对中国来说是不可容忍的 如果西方能阻止中国获得尖端技术 那么它就能阻止中国 因此中国的意图是实现芯片自给自足 美国的意图是在芯片方面比现在更加自给自足 并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全球芯片联盟 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沿着这些路线迅速重新调整 在过去两届政府中美国积极采取行动 阻止中国获得制造最先进芯片 所需的软件技术和设备 拜登政府切断的不只是中国军工企业 而是所有中国企业 这看上去是一种合乎常理的预防措施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又有些夸张 美国的官方政策是让一个拥有 近15亿人口的国家变得更贫穷 更让我惊讶的是新冷战对国内政治的重新安排 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开始 一直由美国人支持产业政策 利用政府来加强四英经济部门 但这种治理方式通常处于边缘地位 现在当涉及到绿色技术和芯片时 它成了美国政治的中心 去年国会通过了芯片法案 为鼓励美国芯片生产提供了520亿美元的拨款 税收抵免和其他补贴 这一产业政策会让汉密尔顿称募结舌未知股涨 在接下来的几年和几十年里 中国将在一系列尖端技术领域 向自己的产业政策项目投入大量资金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位分析师估计 中国在工业项目上支出的GDP已经是 美国的12倍以上 在未来几年里 美国领导人必须弄清楚这些支出的效果如何 以及如何应对 这场冷战的主力军将是技术精英 甚至比上一场冷战更甚 双方可能都将在他们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公民身上投入大量资金 在民粹主义怨恨的时代 这是一种危险的局面 你已经可以开始看到一系列新的政治分歧 位于中心的是那些支持芯片法案的新汉密尔顿主义者 包括拜登政府和17名反特朗普派的共和党人 他们在参议院与民主党人一起投票支持该法案 在右翼已经有一系列民粹主义者 在军事方面对中国超级强硬 但他们不接受产业政策 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么多钱花在精英身上 你凭什么认为政府比市场更聪明 在左翼是那些希望利用 产业政策为进步目标服务的人 拜登政府已经对接受芯片法案支持的公司 发布了数量惊人的命令 这些命令将迫使企业服务于一些与产业不相关的进步优先事项 儿童保育政策 增加工会环境目标种族正义等 与其说它是一个专注于提振芯片的计划 不如说它寻求同时实现所有功能 人们希望随着冷战气氛的加剧 我们的政治将变得更加严肃 在上一次冷战期间当美国人去投票时 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投票可能生死攸关 这种感觉可能会再次出现 在这个时代治理国家需要非凡的经验丰富的政治家 才能运行工业项目 但不令其变得臃肿 在不引发贸易战的情况下 部分地去全球化经济 在不激怒中国的情况下 稳步超越中国 如果中国意识到自己每年都在进一步落后 那么台海风波可能会更加迫在眉睫 有人问米勒 在未来五年内中美之间发生危险的军事冲突 会有多大可能制造出一场 相当于大萧桃的经济危机 他认为可能性是百分之二十 这样高的可能似乎足以令人集中精神应对 中美之间的博弈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是全方面的 接下来中美这个世界上的两个 超级大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对抗 又会对世界的格局产生什么影响 台海会不会是终极对决的战场 让我们拭目以待 关注我只说真相的报复